嗨,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赵博士 今天赵博士要和同学们分享四年级设计与工艺 单元二,我爱设计 好,同学们先来做以下的洗题 第一题,以下是物体需要设计的原因 除了A,为了消磨时光 B,提升日常生活素质 C,物体变得更精美,更吸引人 第二题,请问这个设计与哪个行业相关 A,餐饮业 B,建筑业 C,娱乐业 D,服装仿制业 第三题,为什么服装有不同的设计 A,节省时间 B,使工作更加容易 C,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第四题 请问这个设设计与哪个行业相关 A,建筑业 B,餐饮业 C,娱乐业 D,服装仿制业 第五题 选出以下的设计元素 A,图形 B,空间 C,形状 D,颜色 第六题 选出以下的设计元素 A,图形 B,空间 C,形状 D,质地 第七题 选出以下的设计元素 A,图形 B,大小 C,形状 D,空间 第八题 选出以下的设计元素 A,图形 B,大小 C,形状 D,空间 第九题 选出以下的设计元素 A,图形 B,空间 C,形状 D,质地 第十题 线条的总类 选出以下的设计元素 A,细线 B,细线 C,波浪线 D,斑马线 第十一题 不同线条的结合 可以塑造出不同的图形 图案 形状和质感 以上说明 对还是错 A,对 B,错 第十二题 经过设计 物体可以变得 A,更精美 更吸引人 B,更丑陋 不吸引人 第十三题 设计出来的产品 必须具备什么条件 A,不美观 B,有竞争力 C,奢侈浪费 D,污染环境 第十四题 从以下图片来看 电货的款式 A,保持不变 B,越来越小巧 轻便 第十五题 为什么设计 可以让物品 变得更精致 A,物品会随着发明 越来越小 越来越方便携带 B,大部分的物品 会随着发明 越来越大 越来越不方便携带 第十六题 设计对日常生活 非常重要 A,对 它满足人类的物质 和精神需求 B,不对 它浪费人类的精力 而且浪费时间 第十七题 以下哪项职业 与餐饮业有关系 A,厨师 B,建筑师 C,服装设计师 第十八题 哪一项 不是设计的重要性 A,价格昂贵 B,竞争力强 C,提升销售量 D,选择种类多 第十九题 以下哪一项 不是设计的 严肃 A,线条 B,形状 C,大小 D,价格 第十八题 第十八题 以下的线条 哪一个是螺旋线 是A B C 还是D 好,接下来 同学们来看看 亚罗斯党 培华小学 四体班的同学 他们设计理想家园 导师师 赵善昆博士 都 是 天で 都是 海ō 未来 我 千 不 救 救 小学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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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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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赵博士就分享到这里 赵博士希望同学们 学习快 加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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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